近日來由漁民反映 台東縣東河鄉金樽漁港的防波堤 出現一個15米以上的破洞 加上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大浪不斷衝擊堤防 造成有不少砂石堆積在港口 漁民擔心會影響 當地漁船的出路安全 底下的那個 巴掌可能被衝到底 衝到海底下了 那這邊就形成了一個大的破洞 所以漁民都不敢往那邊去 本來這個港淤積的沙子就非常的多 所以那個地方肯定會淤了很多的沙子 或者是石頭 所以會阻礙了我們的漁民的進出 非常的危險 漁民希望相關單位能夠儘早處理 防波堤破洞情形 避免在大浪的衝擊下 破洞會越來越大 初步我們最快的方式 大概就是必須把我們港區裡面 其他的下坡塊拿去外泡在 這個提案的外側 災害復健的部分 目前估計金額災修的經費 大概新台幣2400萬左右 我們已經提報到系統上面去做登陸了 以之前災修的期程 在動工的時候 可能大概要四到五個月的時候 工程才能夠順利發包動工 憲福表示目前已經勘察過兩次 防波堤的破洞擴大 應該是在唐美颱風跟山竹颱風之間 所造成的15米寬的破洞 也把現況登陸城豹中央 等風浪較為平靜的時候 就會安排機具進入港區 釣掛削撥塊 及挖除港內淤沙 讓港口漁船出入在安全範圍內 原視新聞比亞台東東河採訪報導 雙方 雙方